研究人员表示日本中部到西部大约在30年内可能会发生强症 今天有超过100万人共同参与了全国防灾演习 应变强症海啸万一来袭时要怎么应变处理 而对于福岛核电站的辐射污水外泄事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会尽快公开政府处理辐射污水的方针 9月1日日本防卫省展开强症演习 预计有100万人参与了演习 演习模拟静岗线到宫崎县外滩发生9.1强症 静岗线中部的冰岗核电站遭19公尺海啸袭击 日本政府预估若是发生规模9.1强症 最高情况将造成超过32万人丧生 而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中放射性核污水泄漏事故 上个月7日日本政府表示 每天至少有300吨遭受核污染的地下水流入大海 东京电力公司则说 已从4个地方检测出了高浓度的核放射量 而且放射量在不断增加 最高达到每小时1800维希幅 这意味着如果遭受4个小时的辐射将会死亡 目前东电已增加巡视储水罐的作业员人数 安倍晋三也在2号表示 将尽快公开处理辐射污水的政府方针 新唐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